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国家试备片也出了有这么几天了 我在试备片场也打了几天 发现其实试备片的环境现在还并不是很好 因为很多玩家都是抱着玩一玩试一试的心态 对绝大多数基本概念都不清晰 这里今天主要给大家普及普及基本概念 然后看两盘录像也是以普及基本概念为主 我希望大家先熟悉了概念 咱们再去了解其他一些所谓高深的东西 不要连一加一等于二都不知道 就去讨论微积分 这个也不太合适 一些基本概念要头脑清晰 我也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我直播的时候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也有观众朋友总跑去问 之后我统一做视频讲一下 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没有看过的直接来看视频就可以了 出了一些新卡牌 还有新规则 咱们要统一讲一下 另外 世北天在三国沙昂赖里的活动场里 并没有在休闲场里的国战场里 所以可能有些朋友找不到 就是你到活动场里 然后最上面有个国战世北天那里面可以玩 这里面新增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叫做连横 你在玩的时候 你的人物的右上角有一个小的按钮 上面写着连横 然后后面有个数字三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出牌阶段 你可以将至多三张牌 须带有连横标识 就是新增了这个52张卡牌 这个黑红梅花 还有方片 对吧 这个 各这个13张牌 然后 这52张牌里面有13张牌 里面 他写着一个连字 就是带有连横标识 出牌阶段内 你可以将至多三张带有连横标识牌 交给与你势力不同的一名角色 然后摸等量牌 或将至多三张牌 交给一名没有势力的角色 也就是说 你摸到这些连横牌的时候 你可以给一些与你势力不同的角色 然后去制横一下 换得其他的牌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为了这个 小国对抗大国吧 连横吧 这个战国的时候 把连横也是为了这个 小国共同对抗强秦 对吧 然后大家之间互相刷刷牌 当然你也可以给暗将 暗将是没有势力 但是注意 就是 我这里就是把最近打的每天 就是遇到可能路人不太明白的一些概念 重点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大家可能 很多人不知道 给这个暗将是不能 你自己是不能摸牌的 你必须得给亮了的角色 就是与你势力不同的亮了的角色 你才能摸牌 你可以给暗将 但是给了暗将 暗将就是没有势力的角色 但给暗将你就不能摸牌 只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 一般情况下就是用来 这个盟军之间刷牌 或者说 你把一些 没有用的牌 它的连横牌 有一些牌 是有用的 有一些牌 可能你暂时没有用 比如说闪 比如说杀 你可能 在你手里暂时没有用 你给到另一个 就是 你不需要去攻击的 这个 他们大国 你不需要攻击的目标 你去换一张牌 或者 或者怎么样 反正就是 或者你再给其他盟军 刷到另一张 比如说你可以刷到AOE 或者刷到乐 都是有可能的 就相当于制衡了一张 对不对 给没有势力的角色 就是 那就需要你判断了 你判断出来 他是不是你队友 什么的 对不对 那都需要你自己去判断 这个 就是 连横 确实对于 这个 大国 不是什么好事情 因为小国可以通过这些 去刷牌 大国现在也是更容易覆灭了 后面也有一些 还是导致大国容易覆灭 但是 大家也不要 就是 觉得这个 特别阴霸 因为其实实战国 上中 你发现也没有那么容易 能摸到这个 连横牌的 你没有容易那么 摸到很多 而且有些你也不能乱给 对吧 然后单挑的时候呢 你也要注意 该给的时候给 不该给的时候 不能乱给 你乱给 人家也能给回来 给你换牌 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有些牌你不能乱给的 比如火烧连营啊 邪天子令诸侯啊 对不对 大家这些牌是什么 后面咱们再说 先普及一下这个概念 用好连横 就可以以落胜强 对不对 你要不费用 可能就有一些时候 会措施一些良机 然后第二个概念 就是大小势力 新增的国战 这个概念还是比较重要的 大势力就是角色数最大 且大于一的势力 均成为大势力 因为大小势力 会涉及到后面的一些牌 这些势力的角色 均成为大势力角色 必须大于一啊 也就是说每个势力 只有一的时候是没有人是大势力的 那如果有有两个三个的或者两个二个呃 两个两个的他们都可以成为大势力 就同为大势力 小势力呢 就是若有大势力存在 逐大势力的以外的其他角色都是小势力 就这么一个概念 可以同时存在两个大势力 但是有有一个特例啊 特例是什么 特例就是后面要讲到的一个装备叫做玉玺 只要装备玉玺了 不管你是什么 你都是厂上唯一的大势力 不管你是什么一个人啊 或者是什么几个人啊 都无所无所屌位的 你都是 你看这里 你的势力能成为厂上唯一的大势力 这个玉玺 是一个特殊的装备啊 一会咱们再讲 大小势力会应用到以下的这些 无论是装备牌 还有锦囊牌啊 还是比较重要的 连横牌嘛 就是需要你像苏 苏勤张一一样啊 这个合纵连横 方能倚若胜强 大小势力是一个概念 当然大小势力在online上 是非常好识别的 online上 大势力的那个 左上角那个国级会闪烁 闪烁这个 彩色的 比别的小势力要这个明艳啊 你一看就非常明朗 所以也不需要你去数 但是面纱的时候 你就要去数啊 或者说寄预期啊 这些东西 那实战中 你是直接一看那个online中 你一看那个标识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接下来咱们说装备啊 装备的话就是 每件装备还是只有一个 这个装备是没有两个的啊 互心镜装备 当你受到伤害值 若伤害值大于或等于你的体力值 则你可以将互心镜置入气白堆 然后防止此伤害 互心镜还有一个不错的装备啊 大体上说 其实它最直观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给你增加了一滴血 就比如你三血五将装个互心镜 给你打到一血了 再打你 你扔互心镜可以免受伤害 三血五将变成四血 四血五将变成五血 这是最直观的作用 但是还有其他的作用 就是可以 比如说你凉血的时候防个九砂 对吧 别人就不能九砂 九砂你就直接这个扔了 然后然后就九砂就被抵消了 或者防闪链 对吧 三血五将防闪链 但最直观的作用 就还是你一血的时候装个互心镜 等于你多一血 这是其实最最直观的作用 这个防剧还不错的 明光凯 防剧其实大家也都好理 很好理解啊 明光凯 锁定计 注意是锁定计啊 当你成为火烧连营 火攻或火沙目标的时候 取消之 若你是小势力角色 你不会被横置 也就是说你不能被火啊 但是你可能会被冰 开个玩笑啊 就是你的火系的都不能对他伤害 这个明光凯在实战中的作用 其实一般 当然了 这个肯定是聊胜于无的 对不对 你有肯定装上 也没有副作用 对不对 一般情况下 人家就不活 你就行了嘛 对不对 但肯定是有肯定是有作用 有作用 但我实战中没有护心静的实际作用 那么明显 还是也是不错的 话说回来 能防这么多 还是很不错 而且火烧连营还是比较可怕的 然后要注意的是后面这句话 若你是小势力角色 你不会被横置 这句话很多人 实战中会比较容易遗忘啊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是小势力角色的时候 你不会被连 国战力的概念 铁索是叫做做横置 铁索解了叫重置 可能这个不玩面纱的朋友 可能很多概念不太清楚啊 这个国战中翻面叫做叠制 他是意识着 就是你在面纱中 你两张武将牌重叠放在一起 叫做翻面 就是相当于翻面啊 但是他在国战里的概念 就叫做叠制 国战里就不叫翻面 叫叠制 当然咱们叫习惯就叫翻面 对吧 就没有人叫叠制 其实按照国战严格的 人家人家的这个最初的基本概念 是叠制 叠制对应的是平制 平制就是把它放下来 平回来 也就是说翻回来 横置对应这个重置 叠制对应平制 这一点呢 也就是说你是小势力角色的时候 你不能去连 被连 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打着打着 就容易遗忘 这个确实很容易遗忘 非常非常容易遗忘 我也见过很多去连这个小势力的明光铠的 所以既然容易遗忘 大家就要记住 对不对 实战中获得的经验 咱们就要吸取 然后就是刀了 青龙掩跃刀 武器攻击三 当然这把刀并不是追杀刀啊 这很多 我看这个 玩家说 哎 这刀怎么不能追杀 我挂起龙刀 想追杀 不能追杀 其实并不是追杀刀啊 你看这个 护心镜不是这个锁定机啊 也就是说你可以 你可以不发动 你可以我求死 我不发动 对吧 这个是不是锁定机 这个明光铠是锁定机啊 你就必须得不能受到这些火 青龙掩跃刀也是锁定机 当你使用杀指定目标时 所有目标决策不能明治武将牌 直到此杀结算完毕为止 你可以简单叫周势刀 是不是 但是他没有周势那么强大 他只能就是说啊 名将也不是名将了 就是反正你用龙刀去杀一个 另一个暗将的时候 他用杀能触发的技能 他又不能亮 必须的杀结算完毕啊 什么漫血啊 什么天香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不能亮 当然了 你决斗什么的 人家该亮还是亮 对不对 或者AOE 所以说没有周势那样 但他就是杀 就是这个也是 这都是针对暗将 就是你不亮 我用龙刀杀你 你看你想亮 你亮不了了 我突然掏出龙刀 砍你 是不是 攻击范围三 伏击范围是没有变的 方天化解 攻击范围四 也是没有变的 你使用杀 可以指定任意一名角色为目标 但是是有条件的 不能包含 势力相同的角色 那些没有 就是没有亮将的 都属于没有势力的 你都可以杀 比如说 你是一号位黄中亮将 直接方天 可以这个 九火七杀 对吧 他们都闪不了 你可以杀七个人 当然人家都亮了 你只能一个势力挑一个人去杀 对不对 你不能就去杀人同一势力 这个刀并不是对抗大国用的 反而是大国对抗小国用的 对不对 人大国又亮了 你只能杀人大国一个 但是大国可以杀你们小国 比如说你们可以一个一人杀一个 对吧 如果任意一名角色 但是他有条件的 但是不可能让你轻轻松松一杀七 如果任意名目标角色使用闪 抵消了此杀 则此杀对剩余的目标角色无效 这就是说 在你杀若干个人的过程中 一旦有一个人出了闪 后面人就无效了 就不用就不用响应了 就这么个情况 这个在实战过程中 我发现大家不理解的 有这么两点 第一 就是他在出杀去结算的时候 是按照当前人逆时人去结算 而并不是说像很多朋友认为的 说我先点谁 就先杀谁 不是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要杀一个 你是一号位 你要杀一个三号位裸奔的人 这个二号位有一个有名闪的人 你此时你即使你先点这个三号位 然后再点二号位 他一样也是逆时人结算 还是先杀二号位 这也就引出 这个我要说的 这个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 当你要决定击杀 确定击杀某一个没闪人的时候 你不要去杀 就是其他有可能有闪的人 和他不是同事力的人 因为一旦人家出了闪 你想杀的那个人 你就杀不掉了 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吗 也就是说逆时人结算 并不是说你先点谁 就是谁 然后就是你杀 杀谁 你要确定击杀掉一个人 你最好不要去点那些乱七八糟 人家有可能有闪的 除非你确定其他人也都没有闪 所以这是这把刀正确的指动方式 当然你说我是黄中 我是驴部 那我很屌 我根本无所调位 是吧 吕布呢 黄中肯定是逼中了 吕布你就还是要看一看 人家也许有两双闪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情况 这把刀呢 还是可以的 前期可以亮个将 爽一爽一杀七 但是其实是没什么屌用的 因为肯定有人有闪 就黄中 但这把刀 鼠国用挺好的 黄中用很屌 张飞用也很屌 现在就是玉玺啊 玉玺是宝物 宝物和和以前的武器防具马是不一样的 它是另一栏 宝物有两个 这里有一个没写 有一个是什么呢 木牛牛马 木牛牛马 这个我就不讲了吧 因为木牛牛马的身份局已经出了太 出了太久了 大家肯定都知道了 木牛牛马和身份局木牛牛马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牌放在里面 然后你可以传递给一个人 你不传也行 可以自己留着 注意 给大家提示 这个宝物只能装备一个 也就是说你装了玉玺 就不能装木马 装了木马就不能装玉玺 不然你比如说你装了木马 你再装玉玺就把木马顶掉了 木马就没了 这是我在实战中发现很多玩家不知道的 经常我又想装木马 又想装玉玺 我又想得鱼 又想得熊掌 这是不可能的 人家是不允许的 这是宝物一老 他专门宝物只能放一个 玉玺这个宝物非常的bug 你先看一下他技能 锁定计 还是锁定计 若你有以明智的武将牌 也就是说你必须有明智 你必须晾将以后才能用 你获得一下效果 你的势力成为厂商唯一的大势力 也就不管 也就不数数了 只要你装了玉玺 不管是什么 有多少 其他有多少人 你有多少人 你就直接成为厂商唯一的大势力 而且是唯一 其他势力均为小势力 摸牌阶段你多摸一张牌 免费获得英资 对吧 当然你如果有额外的摸牌阶段 在你额外摸牌阶段技能上再多摸 总之就是多摸一张 出牌阶段开始时 你视为使用一张知己之笔 这个这就非常强大了 你想一下就非常强大 而且这张玉玺这张牌最可怕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目前来看 他单挑的时候可怕程度 单挑的时候给了很多弱将 这个蜜蜂翻盘的希望 一旦你装备了玉玺 你的战斗力就会提升很多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以前孙权打沃龙是很简单的吧 但是现在如果沃龙装了一个玉玺 孙权可就不好打了吧 对不对 人家有英字 人家还有知语知语 而且你沃龙的玉玺 轻易是不好卸下来的 对不对 就举这么个例子 一般情况下 如果就是混战中 四国混战 你想进单挑 你有可能现在就要虚报玉玺了 不能提前挂出来 因为提前挂出来玉玺 是非常嘲讽的一件事 谁挂玉玺成为 成为唯一大势力 而且你拥有这个技能 最关键是你有一张这支笔 这很恶心 会遭致别人的攻击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好 就像历史上一样是好 但是他也容易招致别人的仇视 反正能慎用 对不对 但他确实很强大 尤其单挑的时候也非常强大 团战的时候 肯定也 团战的时候 其实没有单挑作用那么明显 因为团战人多 你可能摸一张牌 其实也看不出什么 但是单挑确实很强大 但团战也是非常有用的 也不是说没有用 而且你成为场 就是 而且你成为场上唯一大势力 有很多锦囊 他就是针对大势力的 你很容易被这个 对吧 就是用那些锦囊去针对 然后这是匹马 这是匹减一马 经翻 这匹马是张连横牌 可以连横 多了一匹减一马 也就是说 其实室内篇更是提倡进攻的 对不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锦囊 就是木牛流马了 木牛流马 这个 就不具体细说了 你可以把牌无限 放在木牛流马里 然后你也可以传给别人 不传给别人 你就自己留着 但是单挑说有木牛流马 依然也是非常强 如果一个假许 单挑有玉玺 或者有木牛流马 都是非常强悍的一件事 因为别人并不是很容易卸下去 然后木牛流马里 可以一直存牌 对吧 都是单挑的神器 其实现在单挑也给了那些弱势单挑方 更多这个可以值得期待的地方 当然牌多了 可能以前的那个闪电翻牌力气 没有那么容易摸了 因为现在是三副扑克牌了 以前是两副扑克牌 好了 咱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大家比较期待的锦囊 第一张牌叫做施力 锦囊 非岩石类锦囊 出牌阶段 对所有无势力角色使用 目标角色 依次选择一项 一明制一张武将牌 末一张牌 二气制一张装备牌 三失去一张 失去一点体力 其实这个他后面还少一句话 这里写的 就是如果这张牌 没被没被人使用 他直接进入气牌堆以后 就直接也是也是视为使用同等的效果 也是大家这个没有亮亮人选择一项 然后这张牌就就这个 就是永久消失了 就没有了 或者说场上大家都亮了以后 就没有暗将了 这张牌也是直接就是从气牌的气 气掉了就没有这张牌了 就是张牌也是加快游戏进度的 就逼着你亮亮吧 我打了几局 发现有一些局确实 就是有人一使吃令 就一个一个都亮了 因为有时候你确实被逼 无奈就亮 你不亮没办法 比如说一号位是你队友 人家手亮了 你二号位 他一使吃令 你亮不亮 你不亮人肯定打你 因为你是同国 你就亮了 然后你一亮 然后后面接着说不定别人 人家也不想掉血 人家就亮了 然后几个人 大家就都纷纷亮了 其实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当然你也可以憋着不亮 对吧 你根据情况 也是可以憋着不亮的 所以我经常说 现在刷小机卡 戏手刷一张装备牌 防吃令 不然的话 你要不然就亮将 但是你亮将 就是鼓励亮将 你亮将还给你摸一张牌的奖励 你去自己去审职多事 判断你到底 别人使出吃令以后 你到底亮将 收益高不高 或者说亮了 完全没有收益 还有可能给同国带来更大伤害 就你自己去判断 对吧 你要不就弃这张装备 要不就失去一点体力 失去一点体力 就体力流失了 对吧 也不会发动技能 有朋友问 周氏 周氏用吃令 别人是不能亮的 优先技能 所以别人只能这个屁啦啪啦掉血 或者气质装备盘 鼓励大家亮将 当然这张牌 其实也就是 这前期使一使就没了 后期就没有这张牌了 就你亮了 或者他经过 或者他直接进入气牌堆 当然他如果有人使用了 就不会这个没有啊 就是如果有人 你可以打出去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细节啊 这里有一个细节 就是你如果说你想手亮 你有吃令的时候 你先不要亮 然后你打出吃令 这时候你再选择亮 你也可以跟着摸一张牌 等于白赚一张牌 也是很合算的啊 这张牌其实就是 也很简单 基本上使一次 基本上实战中 也就是使一次 就基本上就没了 或者差不多 大家都亮战就没了 这张牌也就是 不会说在一个国战局里 这重复一直出现 大家根据局势判断 要不要亮将就可以了 联军盛宴 吃令只有一张啊 联军盛宴也只有一张啊 锦囊非严实性锦囊 出牌阶段 对你和一个与你不同势力的 所有角色使用 你摸插张牌 插为该势力的存活角色数 该势力的角色 依次选择一项 一回复一点体力 二摸一张牌并重置 这张牌也只有一张 因为这张牌很可能带来很大的收益 这张牌也是用来以弱胜强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 他一般情况下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比如说有四个大国 另外有三个同事力的小国 你一个人是独苗 你一个人对那三个人使 你摸三张牌 那三个人可以选择回血 或者是说再摸三张牌 这收益就非常的高了 一下就是对这个大国造成非常大的磋商啊 但这张牌也只有一张 这张牌就是你使的时候要慎用啊 就是你要判断好 不要瞎使 因为你瞎使很可能让别人家别人选择回血 你回血这种东西 我靠 就是带来的隐性收益 那就那就不止不止一两张牌的事了 就可能带来这个更更多的东西 所以要慎用 咱对抗大国的时候 举办情况下就这个无脑使了 还有就是第二摸一张牌并重置 重置这个以我的理解 就是重置对应这个横置 叠置对应平置 所以他就是可以解铁锁 然后可以摸一张牌 但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是会选择回血 就掉血了 或者就没掉血 就摸牌 当然你也可以就是 如果你就是给另一个势力使的时候 一般他们如果都掉血的话 一般你就没法给他们使了 就是你要不是对抗大国的话 因为人家一般都选择回血 回血就是我讲的很很伤 当然就是有一些人 他是满血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使 他就只能强制摸牌了 摸牌可能摸一张牌 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伤 对吧 这张牌也是只有一张 大家使的时候甚使 是对抗这个大国的 不对抗大国的时候 大家要想清楚 就是你想摸的牌越多 你给的那个势力的人 人家获得的收益也会越高 对吧 接下来是第三个锦囊 陆立同心 这张牌简单来说 就是大铁索 有两张 出牌阶段 对所有的大势力角色 或所有的小势力角色使用 如果目标角色 不处于连环状态 则其横置 这不这里不就是横置 横置就是连环 如果目标角色处于连环状态 则其摸一张牌 这张牌也是剿灭大国 当然也可以剿灭小国用的 非常的凶 大铁索 直接可以把所有大势力 或者所有小势力 全都连起来 当然人家如果已经在里切组 连环上 人家可以摸一张牌 然后全部连起来 然后再配合后面那张 叫火烧连营的 可以造成大面积伤害 也非常恐怖的 打大国也非常的爽 当然大国剿灭小国 小国也有可能这个瞬间秒崩 这张牌也是这个非常可怕的 是不是 当然这张牌也可以重铸 这里没有写 就如果你不连 你直接点一下 你不要去点其他人 你直接就点一下这张牌 点确定 他就重铸了 重铸可以换一张牌 但要不要连 你自己去根据形式去决定 或者是你需不需要去找一张未知牌 接下来第四个技能 吊虎离山 这张技能呢 使用性就非常非常的广了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使用方法 这张牌应该也是只有两张 这张牌 咱们先看一下 初牌阶段 对一至两名其他角色使用 最多两名 直到回合结束为止 目标角色不计入距离和做次的计算 不能使用任何牌 且不能成为任何牌的目标 你使用此牌后摸一张牌 首先你等于制衡了一张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他的这个效果 你对使用的人以后 最直观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可以造成完杀的效果 比如说 ABC是三个人是队友 你想狙杀一个裸奔的A 你可以直接掉虎了B和C 然后去杀A B和C的桃是打不出来的 也就是这个狙杀魏国是很好使的 魏国桃经常都是共享的 你把他掉虎离山了 他什么牌都不能使了 这是最直观的玩杀的作用 另外的作用 最直观的就是保护队友 比如最简单的 比如袁上射 我把队友掉虎离山了 我一射 别人不计入距离 只要不计 只要就是涉及距离和做次的 他们都不会解决 有一些是不涉及距离和做次 比如雷击 对吧 不能使用任何牌 且不能成为任何牌的目标 你什么也打不了 有涉及距离的也不行 只要不是也就是说 他们从这个距离和做次上消失了 你可以配合这张牌 还可以配合火烧连营 因为火烧连营是只能上下架的 然后还有一个直观的效果 就是可以完成围攻 以前的围攻是很难实现的 现在你就比如说 把中间的人掉虎离山了 你就很容易形成张刃的围攻 还有奖亲的围攻 或者说破魏国的神掘影 曹宏的神掘影 比如说瞎断一个人 他们不在同一队列上了 然后可以让他没有加一 反正这都是直接想出来的很多直观效果 在实际操作中 根据各种五样的技能 还有更多花式的使用方法 这张牌是最需要大家去开发的一张牌 咱们共同去开发 你这里想让我一下给大家想出各种各样的 使用情况 这个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 我已经给大家举出这些例子 在这些例子之下 大家再去延展 绝对是可以延展出各种各样的 有意思的套路 这张牌也非常非常的有趣 当然你使用张牌的时候要注意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 要搞谁 你不要去乱使 你使了以后 使完以后 没准就搞不了他了 那天我打一局也是 有个人 有连弩 为了过一张牌 然后给我使了 他把别人杀了 都杀了 然后给我使了 然后叫虎离山 又杀不了我了 闪眼了 对吧 你要自己就要判断清楚 使用这张牌的时候 头脑一定要清晰 不然很可能乱 最基本的玩杀的效果 围攻的效果 还有保护队友的效果 这些你熟悉 然后大家再去延展 大家可以脑洞打开 此时是发弹幕的最好实际 咱们再看第五个锦囊 携天自己领诸侯 这张牌有三张 这张牌 这张牌 这张牌应该都是连横牌 这三张牌 这张牌是大国用的 这张牌大国用非常的凶 尤其什么黄岳英 对吧 香香之类的用 若你是大势力角色 注意这里 你必须是大势力角色 才能用携天自己领诸侯 大家小势力角色 刚才我输了这三张牌 都是连横牌 所以说小势力角色 也不用慌 小势力角色摸到这张牌 大家之间可以传递来传递去 然后可以过牌 相当于制横一掌 也不亏 对你自己使用 结束你的初牌阶段 然后若你于回合结束时 弃制一张牌 则于此回合结束后 你进行一个额外的回合 给大家注意一点 这个 在这个最近的实战路人局 就是发现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他是 这是你对你自己使用 就是立刻结束你的出牌阶段 你就不能出牌了 这是第一点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 当前回合想出的牌都出光 然后再去使用这张 邪天自己领诸侯 不然的话 有很多朋友 比如说 董卓 横征了一波 然后奔十个 邪天自己领诸侯 然后立刻结束出牌阶段 然后弃牌了 二张 金当稳固内政 然后爽了一波 对不对 这就非常的尴尬了 这里一定要注意 另外这张牌是锦囊牌 所以是可以被诬陷的 你想你是大势力角色 你是黄元英 你使用这张牌 然后你还能再用 还能再动一回合 那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对不对 要合理安排你的牌序 然后还注意 还是在你的回合结束时 你需要弃掉一张牌 弃制一张牌 并没有说是手牌 所以可以弃制装备牌 在你的回合结束时 那这里涉及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也是实战中遇到的 就是你用张合的时候 你如果跳巧遍 你就没有回合结束时 弃制一张牌了 你就不能用邪天自己领诸侯了 那天就是有个理念张合 他想用邪天自己领诸侯 然后跳巧遍就没用成 然后导致这个差点崩盘 这张牌也是大国加大自己优势的一张牌 小国之间可以用来传递连横 多动一回合 但是非常的凶惨 但对一些白白武将 可能多动一回合没什么 但有一些武将多动一回合 那又非常恐怖了 对不对 咱那个玉玺 刚才那个玉玺 使用知识之笔黄业英史也是非常的屌 等于摸四牌 他使用知识之笔 还是视为使用知识之笔 还是可以这个极致的 另外那个视为使用知识之笔 是可以去看假许的 注意 他是视为使用知识之笔 你就可以直接看假许 预期的张牌 好咱们再看第六个锦囊 火烧连营 出牌阶段对你的下加和所有与其处于 对同一对裂的角色使用 目标角色各受到一 你造成一点火焰伤害 这张牌也是这个送荡大过的 但这张牌有条件的 就是张牌也有三张 这张牌是只能对你的下加使 你想烧别人那是不可能的 与对你的下加和所有与其处于同一对裂 同一对裂的就是跟他同一势力的 对不对 比如说下加连着三个卫国 你啪啪一烧 一下全烧三个卫国 也非常爽的 但是下加比如一个卫一个无的 你只能烧未了 不能烧无了 或者你只能烧暗的 暗的人家就是暗的没有势力 你也可以烧 但只能烧下加 这点一定要注意 有很多实战中不知道 然后就哗就扔出去了 然后他们下加烧队友的 一烧一片 那就搞笑了 然后这里是造成火焰伤害 另外这个对于新牌阶段说 因为有火烧连营这张牌 所以现在藤甲的 这个收益 越来越不是那么明显了 你可能就不太敢装藤甲了 因为火烧连营这张牌 是张抢并牌 非常可怕 火焰伤害 对吧 另外这个新牌队也增加了火烧 增加了四个陶两个酒 对吧 又新牌队也增加四个陶 然后还增加了更多的无限 国无限多了好几个 国无限应该多了三个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国无限更多了 因为很多锦囊都是针对国的 对吧 另外的话 这个我再说一下 这个联军盛宴 你使用无限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使用了无限 你就 就两个 比如说A对A势力对B势力 你必须得用两个无限才行 也就是说你又得无限A 又得无限B 是分成两个阶段来无限的 这就强调一点 然后第七个锦囊 水烟细菌 这个锦囊 这个EVE里有 比较好理解 出牌阶段对一名装备区里 有牌的其他角色使用 其选择一项17制装备区里的所有牌 二受到一点雷电伤害 注意必须是装备区里有牌 装备区里如果没牌 是不能使的 然后这注意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这是雷电伤害 也就是说可以触发铁锁的 我说现在触发铁锁的牌更多了 火超联营可以触发铁锁 水烟细菌可以触发铁锁 这个BB的也够多的了 希望我BB的这些 能对大家对这些牌 有一个熟悉度认知度 就是大家先对这些牌了解了 然后再去打 我是希望 大家可以互相传播一下 先熟悉熟悉牌 不要你牌还没了解 先进去 然后说我一边打一边看牌 然后看半天也没看懂啥意思 这是现在 最近这些试备片 确实很多 很多朋友这个牌都不太了解 就去打 挺逗的 大家讲的那些笑话 有个人 有个香香野了 然后乐了一把陆迅 乐完陆迅以后 他说新牌我不太熟悉 我觉得特别的逗 不知道陆迅是新牌 还是勒布斯鼠是新牌 当然就是 这个笑话也说 就是试备片还是有很多不太会玩的人 他就是找找借口 就有很多操作 其实跟试备片没任何卵关系 他操作错了 然后他会 以这是试备片 所以我出错了 我就不熟悉 但其实有很多操作 是跟这个试备片没任何卵关系的 另外 一会 我是一会想给大家放两盘录像的 录 录像 我就不跟这个放在一起录了 我把卡牌 这段结束以后 再给大家录两盘录像 然后紧跟着这个卡牌给大家发出去 大家顺便熟悉熟悉牌 好不好 好 这个卡牌的介绍就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